嗨,大家好,我是坦平说 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5月22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一聊 伊朗的已故总统莱希 称作直升飞机 运着陆 这么个事情 今天晚上啊,也有很多消息 还有个热搜啊,叫 伊朗方面披露总统直升机 事故细节 这个 我是根据官方的报道啊 我来认识 这里面啊,确实有很多蹊跷之处啊 就让人感觉他解释不通 这个伊朗总统莱希 乘坐的直升机啊 是19号在伊朗西北部 东阿塞拜疆省 运着陆 莱希以及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洋 等随行人员都已经遇难 大家都知道 当时一共是三架飞机 同时飞行 这个希莱这个飞机上 坐了总统外长 还有这个阿塞拜疆省的省长 而这个总统办公室主任呢 或者叫负责人 他叫侯赛英 他是称作另外一架直升飞机 这位负责人 他向媒体啊 披露了现场的一些细节 这个细节就很有意思 首先一个 他在另外一架直升机上 起飞时天气良好 但飞行30分钟后 直升机前方出现一个云团 这个飞机啊 穿过云团是最危险的 这个恐怕大家都知道 尤其直升机啊 很容易撞上山 我想这个飞行员应该最懂这个 结果啊 说啊 莱希总统所乘直升机的飞行员 发出指令 要求三架直升机 扇升高度 穿过云层 我想啊 很多专业人士 应该就能看出这个问题在哪了 你飞机上坐的是总统啊 你这种操作 是不是很冒险 符合不符合规范 前面一团雾 什么也看不见 虽然这个飞行员发出指令说 战升高度 从雾中穿过去 大家事后都知道啊 伊朗西北部啊 它都是山地啊 阿塞巴加尔省 那全是山 所以就有很多疑问啊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不是采取绕 或者是飞回 附近找个地方停下 第三个啊 说当另外两架直升机 越过云层后 发现总统所乘直升机失踪 大家想一想啊 穿过云层的时候 谁也看不见谁 大家都蒙着眼睛呢 等飞出那个云层 就在云团之后啊 飞行员一看 找一架飞机 总统的坐机看不见了 说其中一架直升机返回 寻找并呼叫 无人应答 直升机恐怕跟直升机之间啊 进行呼叫 没有反应 犹如视线受阻 没找到事故直升机 也就是说你万下看 你啥也看不见 那不是雾吗 云团 最后两架直升机 在附近地区降落 并通知相关部门 这后面啊 更重要的来了 总统办公室 试图拨打总统 以及外展手机 但始终没人接听 这个能理解啊 你打总统的做手机 打外展的手机 没人接听 按理来说 总统随行啊 应该是有秘书的 手机恐怕是秘书拿 外展应该是自己拿手机 总之打不通 后面更重要的来了 他说啊 他们拨打了飞行员的手机 是打飞行员的手机啊 结果啊 说直升机上另一个人员 就是工作人员啊 也恐怕也是这个 秘书乘务人员呢 叫阿勒哈西姆 他接听了电话 说啊 自己和其他人 掉到了山里 感觉非常不舒服 不知道自己位置在哪里 也不知道 其他人在什么地方 这个信息量就非常大了 为什么 打飞行员的电话 却是另外一个人接听 另外一个人也说 自己是掉到山里了 这个非常不舒服 恐怕就是受伤比较严重 但是不知道自己位置在哪里 也没看见其他人在什么地方 这个总统办公室 负责人侯才英说啊 直到此时 他们意识到直升机发生了事故 不过他的媒体说啊 在救人员找到遇难人员的遗体后 判断出他们 是在事故发生后立即死亡 这个都是央视报道的 他是跟着什么德荷兰的媒体报道 这里面几个大问题 首先第一个 谁说的这个总统坐机 硬招路 有人说啊 这是伊朗的内务部 事发后对外发的信息 总统坐机硬招路 那目前看这根本跟硬招路没关系 他为什么在云团中硬招路呢 那两架飞机都正常在飞 这是第二个 跟着媒体报道啊 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人 侯赛因呢 他自己也说了 接通了现场的电话 打的是分音员的手机 但是另外一个人接了 说明打通了 还有其他的报道啊 说不止一次通话 就说打通了好几次 那为什么二多个小时 才找到那个失事的地点 这个不合理啊 这没办法解释的 为什么不合理 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 三年疫情期间啊 咱们搞了一个新名词 叫时空伴随者 时空伴随 你只要带着手机 路过啊 某一个阳性患者 马上有关部门 就知道你是 时空伴随者 所以很多人啊 莫名其妙就变成 时空伴随者 莫名其妙的 这个就变成红马 就要去做核算检测 我就享受过这个待遇啊 我是开车路过一个解字楼 是路过啊 我开车路过 还不是说到楼里办事 开车路过 结果后来那个楼里 楼里面就 有疫情 大概好像是三个阳性吧 我就收到了短信 有关部门认定我是 叫时空伴随者 手机就是红马 黄马啊 你接着去解释啊 那既然伊朗方面 跟这个知识的现场 打了这么多电话 居然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如果不是伊朗技术太落后 那就是大国案 那真是清场是遥遥领先了 咱们是普通人 分分钟就把你找到 你在哪儿 你路过什么地方了 你想跑给你轨迹都给你划出来 几点几分在什么地方 你看是不是这样的 对普通人都能做到 总统居然打了好几个电话 都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完了又是请求土耳其 又是请求美国 又是俄罗斯要求 去提供帮助 用微信帮他找 你说这难道跟大国差距就这么大吗 这个二多个小时才找到 这个解释不过去的啊 我相信你能打通他电话 直接就能知道他是什么地方 因为通过移动基站 他能算出来 你的定位在什么地方 误差超不过这个100米啊 如果说你是三个基站 那基本误差不超过10米 通过基站的定位啊 第二个疑点就是 飞行员的手机 为什么在另外一个人手上 很显然那个人是受了重伤 他不能动 他说感觉非常不舒服 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完全晕的嘛 你现在都是智能机嘛 智能机都有谷歌地图嘛 对了 谷歌在那被封禁的 百度 百度地图可以的 百度也可能他用不了 那就用他们本国 伊朗本国的地图是什么 你打开一定位啊 或者微信聊天嘛 微信聊天 打开微信 取一下位置 发过去 导航人家就过来了 大国这样的应用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家产便放啊 你跟人聊天 说我在什么地方 你直接就取个位置 一发过去 人家导航就来了 难道这个伊朗用的 还是非智能机 那美西方对伊朗的制裁 也太厉害了 导致伊朗还停留在 20世纪初啊 用的是什么手机啊 华为没有吗 小米没有吗 你看 所以这是个疑问呢 记住了啊 他不是打通一次电话 就说打通好几次 打通了 有人接听 所以说啊 找不到在什么地方 这个说不过去 还有个 这飞机是空中解体的 还是 其他的原因 坐下来之后 撞伤人出事的 目前看啊 因为没有太多的视频和图片 因为没有太多的视频和图片 咱们以瓦格纳的投资普里格金啊 他坐的那个飞机啊 他是空中解体 也有媒体报道啊 说这个 莱西亚和那个西洋 总统和外交部长 两个人遗体挨得很近 所以这是个疑点啊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事故 硬着陆 但是现在啊 伊朗的媒体已经开始在报道啊 或者叫带节奏吧 伊朗的官媒啊 称是技术故障导致坠机 伊朗大部分机队都已经老旧 急需更换配件 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制裁 导致德赫兰一直无法购得这些备件 你看 这个就是一切责任美西方 在美方 美国和西方制裁伊朗 这个是事实 也导致伊朗买不到这些备件 这也是事实 问题是 美国并没有让伊朗总统坐这个飞机啊 你可以坐俄罗斯卖的飞机啊 你也可以坐伊朗本国研发的那一飞机啊 伊朗本国有直升机的啊 俄罗斯也有不错的直升机 难道这个钱都舍不得花吗 还用50年前从美国买的飞机 就那么信任美国 完了美国制裁了 你还没有备件 你还用这个飞机 给总统当坐机 这个解释不过去 另外这是常识啊 飞机跟汽车不一样 即便总统的这个车队啊 他也得经常保养 得检查 飞机 你汽车保养可严格多少倍啊 飞机是这样子的啊 就每飞一次 他就得保养一次 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 不管是直升机还是这个战斗机 还是其他的飞机 民航科技更是这样 你起飞之前就得检查 有整个的这个叫地勤或者叫维修组 必须要按照那个规程啊 整个的检查一遍 总统的坐的飞机不可能不检查 起飞之前 你再老化 他也得检查 所以说啊 如果说是设备老旧 零件对吧 坏了 技术故障导致的硬招路 这个是解释不过去的 起飞的时候要检查的 不可能说检查出有不安全系数 有不安全的地方 他还能让总统去坐 那你真是拿总统不当干部啊 人虽然不是一把手 那当然也好歹是总统啊 根据伊朗方面报道啊 这个搜救小组透露的 说直升机完全爆炸 一切都被烧毁 另外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 这个侯赛因说啊 在救人员找到遇难人员的遗体后 判断出他们是在事故发生后立即死亡 他这说法也不对啊 不一直在跟那个现场的人打电话吗 怎么现在又说事故一发生 人都死了 立即死亡 是特职总统国家部长 还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看啊 伊朗他给出这些解释 给人感觉是越描越黑啊 从飞行员决定硬闯迷雾 到后面打电话 打了好几次 居然找不到地方 到最后呢 又说事故一发生 人都死了 现在又说是技术故障导致的 马上就给结论 这实际就是在转移视线 据说土耳其啊 派了一架无人机 最难实施的范围 去搜索探测热源 根据热源锁定 我记得我有次做节目的时候 介绍我是云南还是四川呢 咱们地支勘战队的 也是大山里面走丢了 完了之后是出动的无人机 去探测热源 最后找到的 我有印象啊 从这儿也可以看出伊朗啊 他遭到美西方制裁 这是事实 但是他一心一意的 搞核武器 搞什么无人机 扔炸弹 搞导弹 杀核的无人机嘛 但是他用名声这块 几乎是零啊 土耳其人无人机也不错 但是人家你看 还能出来搜索侦查 伊朗 把那心思 全用在杀人上面 总统出事了 居然都没有无人机去搜索 没有 他有杀核的人扎弹的无人机 有自杀式无人机 一个国家 武装到牙齿 从这儿也能看出 伊朗国内民生啊 他即便有无人机技术 他也用在杀人上面 用在打仗上面 他没有用到民生上面 打了几通电话 居然位置还没锁定 这个也很神奇啊 这是什么样的国家 这就是典型的穷兵独武啊 今天晚上有媒体报道啊 不知道真假 这个 消失已久的哈马斯领导人 哈尼亚 居然出现在 莱西的葬礼上 从哪儿冒出来的 是不是一直躲在伊朗 他不是从卡塔尔被赶走了吗 还有这个 珍珠党副秘书长卡西姆 也出现在 莱西的葬礼上 你看这个坏人击齐了 这时候按理来说 应该来个雷劈啊 击齐这么多人不容易啊 可见莱西啊 这个人 硬着落啊 也是为文明社会做贡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 伊朗总统莱西在空难中散生 伊朗人民的生活将变得更好 这个布林肯是在回答参议员克鲁兹 这个就莱西死后世界是否变得更好的问题时 指出啊 他说想一想他的作为法官和总统参与的那些可怕行为 是这样的 伊朗人民可能会过得更好 布林肯表示啊 美国不会为莱西的死亡感到悲伤 美国国务院此前发文哀悼 只是例行公事 就是客气一下 毕竟也是总统嘛 没了 例行公事 实际上美国人 布林肯说了 不会为莱西的死亡感到哀伤 为什么现场还没找到 飞机的下落也没找到 伊朗的内务部就对外对媒体说 总统的飞机硬着陆 起飞的时候天气良好 能见度都很好 飞了三十分钟之后 突然遇到云团 这个难道是谁有法术 伊朗也有公孙盛这样的人 做起法呀 媒体称搜索行动持续了超过15个小时 还是在土耳其提供的无人机的帮助下 才成功结束 伊朗总统莱西的飞机硬着陆之后 马上就有人怀疑是中东小霸王干的 小霸王说 与我无关 又有人说是美国干的 只有美国有这个条件 那飞机是美国的 美国还可以控制 这个也挺神奇的 这个飞机要是美国卖的话 至少四五十年了 有人说是加拿大卖的 那也三十年了 人家现在是制裁伊朗 就是三十年前或者五十年前卖的东西 他还能控制 那什么个技术啊 这么厉害啊 那五十年前在飞机上装了个什么东西 能管到现在 不需要升级的 所以美国第一时间说啊 与美国无关 只有俄罗斯跳得最高 普京一会儿说自己 亲自去参加莱西特战礼 有黄俄说要派几架苏35护航 护送这个普京总统的专机 到伊朗参加战礼 突然今天又说派杜马主席 沃罗金去 普京不去了 这个我在想啊 如果这个事跟俄罗斯没关系 跟普京没关系 那人家伊朗好歹这个总统没了 你普京就这么蹭人家流量 合适吗 对吧 你这俄乌战争都已经占了这个世界舆论的头条了 你还要蹭人家伊朗总统 一死亡来换来的流量 这不有点过分吗 你看地方这些国家 包括大国啊 都是表示关注 表示哀悼就完了 没有哪个国家像普京这样 没有没了的蹭流量 有这个小霸王美国拒不承认 坚称跟自己没关系 所以网上又开始把猫头指向印度 说这个事情跟印度有关系 网上传言啊 说伊朗特种兵突袭德里的 印度使馆 你说这事跟印度有什么关系 再联系到这个最近晚上传言啊 说这个伊朗警察总司令拉丹身中七枪 日刺身亡 这是5月20号发生的事情 所以一切预示着伊朗总统 莱西啊 硬着陆都不简单 背后啊 肯定有阴谋 这个事情跟伊朗内部和俄罗斯有关系 伊朗总统莱西硬着陆之后啊 胡锡进老师写了一篇微博 总之赞美这个伊朗啊 站在美国的对立面 站到了对抗美国最突出的位置 中国人应当从伊朗的遭遇中总结一些有意的东西 但我们的知识分子真的不应嘲笑伊朗 我们应当尊重它 我也不知道胡锡进老师是尊重伊朗什么 把所有的技术都用在杀人上面 连个无人机搜索这个现场这点能力都没有 你要说伊朗没有无人机 那这个也说得过去 但是人家片面有沙赫德136无人机 伊朗战场上在乌克兰战场上造成了多少平民 平民百姓的死亡 这胡锡进说啊 我不喜欢他们这种道德警察 我尊重伊朗民众对此的反对 就是伊朗人反对这种道德警察呀 这个什么投金法等等啊 但这不妨碍我对伊朗是中国朋友和可借重力量的大认识 胡锡进老师很有意思啊 这是觉得只要对大国有利的 管那是俄罗斯还是伊朗 捡到碗里都是肉啊 只要他愿意跟你好那都是好 也别管他浑身臭不臭 是不是流氓这不重要 只要他对大国好那就行 你看这就是胡锡进老师所说什么知识分子 尊重伊朗 这些人嘴上啊以大国利益为重 实则是目光短浅实际上是在害大国 导致全世界对大国不理解 认为大国的人三观有问题 还没有开化 离文明啊善远 连俄罗斯都认为你离文明还差的远 你说这也是矛盾的啊 正因为黄俄的存在 让俄罗斯认为这大国离文明还远着呢 我们俄罗斯可是要心心念念的融入欧洲啊 融入西方文明 这是普京说的啊 最后啊 我倒是觉得普京总统还是要关心一下自己那个飞机吧 别到时候出了事又赖人家美国 这俄罗斯人啊 他把他的波音飞机送到伊朗去维修 你说这不是家乎闹吗 这伊朗人连自己总统的座机都维护不好 所以说啊 大家一定要坚决抵制俄航的飞机 俄航的航班 千万不要图便宜 全世界各地的机场 应该禁止俄航的航班降落 因为它很危险啊 他到时给你来个硬捉路啊 他在讹刺你 给你碰瓷啊 好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